他用完美的发挥演绎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德拉肚烈斯库 这次他已经为罗马尼亚 在自由潮项目上获得了一枚金牌 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以自己命名的动作 确实是做出来 感觉跟别人其他人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落地中心非常的高 而且几乎是标准的中心线 一边一只脚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个罗马尼亚的德拉肚烈斯库 他第二条资格赛能跳7.2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第二条会用一个什么样的难度 第一条是很完美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 罗罗斯的格罗特休斯科夫 是排在第一的 主要看他第二条 他好像第二条应该采取的是 第一条得了16.55分 他完成分9.55 这是目前为止 单向决赛 挑马项目得到了最高的完成分 他的第二条应该是 从他训练来讲 应该看他是 采用的是李小鹏跳 一个几分分7.2的一个难度 如果成功了 应该就没有人跟他能够竞争了 虽然有退了一步 但是这是一个7.2的难度 应该说罗马尼亚德拉狗列斯库 在这次是领赛当中的表现 两个项目在自己的强项上 跳马和自由操项目上 几乎都是超水平的发挥 根据这个完成程度来讲 应该 肯定是能超过 俄罗斯的格罗特休斯特科夫的 而且他在第二条的起平分还是7.2 所以说 应该现在是金牌 看谁可以 可能只有后面朝鲜的选手 可以跟他竞争一下吧 对 因为朝鲜的李思光跟他一样难度 一个7.0一个7.2 所以现在德拉狗列斯库 不但有难度 还具有质量 要想超越他的话 应该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刚才他一跳完 俄罗斯的格罗特休斯特科夫的脸色 就显得非常的严峻 可以说今年跳马项目 男子跳马项目竞争也是 异常的激烈 排第一了 第二跳得了9.4的完成分 这样两条平均分16.575 排名第一位 只要这个得分 很难有人 能够撼动他的这个第一的位置 他们成绩打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的名次是排到了第六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罗马尼亚的选手科兹奇 他的资格赛是排在第三的 当时也是用两跳7.0的难度 在这次的安马比赛中 他是获得了第四名 第一条抗马尼亚的选手科兹奇 第一条抗马尼亚的选手科兹奇 腿变得很紧 但是膝盖和脚面控制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第二腾空非常高 而且落地非常非常正 有点屈膝 有点勾脚 这都是扣分点 根据现在体操这种难度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么高的难度上 那么高的难度的 多多的情况下 能完成一个 比如说捧脚捧膝盖和病特别奇 会给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他第一条成绩是16